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洗到最干净就可以进行下面可以在上面写字做纪念 可以刻饰或是画画的步骤 作品中心上一道 然后后面这个阶段呢有21个工作天 我们要帮你们完成 这个动作在练土主要是要把土里的空气把它挤出来 那我要来回两三次的动作 一边练土一边把空气挤出来 一边把土固定在中心点上面 那不要放上去的 有点像是帮到按摩一样 土里面不能有空气 如果作品拿去烧的话会爆掉 对 所以待会在玩的时候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 所以各位要温柔 不想太粗鲁 他怎么知道没有空气 那是多少力气 很咖喱 好 认证看喔 好 来回两三次之后 那你要做碗做杯子 任何造型的事情都从这基本屠型做出来的 这个基本屠型 到这里有任何问题吗 为什么要一直沾那个 因为一个润 我们手要湿湿滑滑的才可以去做一个 说一个形 对 到这里的基础我会帮你们做好 有任何问题吗 好 没有 好 感觉安心 ok 所以ok吗 ok ok吗 ok 好 到这里会帮你们做好基础 做好之后你们就下来了 很简单喔 接下来就很简单喔 所以不可以失败了喔 坐下来之后 手跟脚都不用踩这个速度感 不需要踩它 我会帮你速度固定好了 你只需要你的手沾一点点水 两只手搓一搓 手上保持湿湿滑滑的感觉 记得不要客气 不要不客气去沾那个泥浆 这是润滑 沾之后两只手 全部手指手并在一起 轻轻地抱着它 感觉它 跟它平衡都很厉害 但是如果没做好的话 最后就别一件披萨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开的口的话 可以把它缩回去 两只手靠在一起 两只手慢慢地把它合起来 抱着它慢慢地缩回去 缩到你要的大小之后 慢慢地手放开 就可以了 那如果觉得这个型我喜欢了 我想要拿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外面好像很单调 没有线条那些 太单调了 我想要一些线条变化 可以用手笔一 用指尖的地方 顶着它 画下来 要顺着画下来 是规则的线条 那你也可以 好来 给你看一下 明显一点 立起来 如果这样子放下来 这样子 是规则的线条 那你也可以上下来回 它会变成不规则的线条 这样可以吗 好或者是你想要一个 腰伸一个曲线 可以逼个持续拆它 你可以腰伸 腰伸 这样子就行了 那我这个有个口诀叫做 见好就收 你自己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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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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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长 这个是往上 往下吗 往下吗 还太厚 对 太厚太厚了 他会不会捏到 他会不会捏到 求你 这个是 CiNC1 哈哈哈哈 笑笑笑笑 碗底要刻在来一碗 你去鸟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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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做八严 越来越好的 碗底怎么 碗底怎么互动 但是 你去鸟筷 我要煮杯子 至少 我更可以 互动 你要看 你去鸟筷 有点 我去鸟筷 是 你去鸟筷 跟鸟筷 释出 阿姨 封 这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